大家好 我这颗腐上花现在已经是在不断开花的状态 而且这些新字头还在不断的花芽分化 大家看一下 这些花败之后 旁边这里又长了新的花苞出来 这里面这地方不断的在冒花芽 那么我们如何养护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 那肯定偷不了给它施肥 我给这颗腐上花施肥的话 一般分为两种 一种是长效肥 一种是短效肥 长效肥的话呢 就是给它在土壤里面埋底肥 我们给它上盆的时候 在底部埋上甘养分 作为长效肥 因为甘养分呢 它肥力持久 而且呢比较温和 不容易烧根 同时又可以让土壤更加疏松 透气 不容易产生绑节 平时追肥的话 也是用这种甘养分 直接在盆的表面 给它撒上一两桩 大概一个月或者是20天 给它使用一次 那么到了花期呢 就给它使用这个催花肥 零生二青甲 不管什么花 到了花期 我们都需要给它使用零生二青甲催花 因为每一种花 它开花需要的零元素都会比较多 如果零元素跟不上 那么它花芽就会分化少 到了花期 我们使用零生二青甲的时候呢 最好同时给它进行控水 每次等到这个土壤完全的干透了 叶片有点出现缺水的状态 我们再用零生二青甲按照一比一千的比例对水 给它浇灌土壤 同时呢 给它喷湿叶片 给它喷湿叶片的话呢 我们可以五天给它使用一次都没有关系 因为不但可以给它补充零元素 还可以增强它的叶片 关好作用 又不容易引起烂根 同时又可以给它控水 我们讲这个釜山花想要它开花多 达到这种开花不断的效果 就必须要把握好我们的养护方法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